春天一到万物复苏 就特别想要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那么吃什么呢 我想吃太空蔬菜了 茄子像南瓜 南瓜磨盘大豆角几尺长 这些大块头蔬菜可不是什么转经营产品 它们都是从太空旅游回来的太空蔬菜了 随着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 航天育种研究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了 把种子送上太空可是件意义非凡的大事 太空环境与地球环境相差甚远 在地面上繁育的种子被送到太空 经历了失重 真空 紫外线 磁场 等等这些颠覆性的变化之后 特殊的太空环境就是种子发生了变异了 当然了 变异都是随机的 有的个头变大 有的个头变小 有的变酸 有的变甜 科研人员将这些太空种子进行地面培育 根据需要筛选出优质的种子 这还没有结束 种子至少要经过三代的筛选 通过各省份试验点失重成功 才算完成了一半的考验 品种审定委员会将层层筛选的太空种子继续失重 如果三年以后这些种子依然表现优秀 才能够得到一张珍贵的审定证书 这个时候种子们才能光荣地佩戴上 太空种子的荣誉勋章了 现在我国比较成熟的太空种子品种 有甜椒 西红柿 南瓜 西瓜 油菜等等 太空青椒维C含量增加了20% 太空黄瓜更加爽脆多汁 太空圣女果含糖量更高 还有很多品种 在产量抗病能力方面都有明显的增强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优质的太空种子 一定是又大又甜的品种吧 其实也不一定 种子变异的方向是不可控的 可控的是我们的选择 太空5号带回来的小麦种子 能够种出低筋小麦 磨出的面粉就适合做松软的糕点 而太空6号则带回来高筋小麦的种子 这样的面粉就很适合做劲道的面条和水饺嘛 选择标准不同 结果也会很不同 再比如 茄子皮对治疗关心病是有帮助的 曾经上过太空的一批茄子种子里面 科学家们就专门挑选出了 那些变异后能够接触更小果实的种子了 因为茄子变小了 茄子皮的比例就增多了嘛 同样的茄子产量就能够产出更多的茄子皮了 这就是经过人为筛选出来的结果了 太空种子的选择权呢 完全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的 除了常见的蔬菜 太空种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神舟13号携带的种子里面 还有板蓝根 黄芹 结梗等等 大家都熟悉的重要材 曾搭载长城7号运栽火箭前往太空的板蓝根 绝命子 牡丹等种子 如今已经在航天育种基地进行了培育了 虽然很多太空种子已经进入量产阶段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还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 很多人对太空种子的安全问题 始终持有怀疑的态度 这种子可是被太空中的电离辐射照射过 这吃到肚子里面能安全吗 在这个谈辐射色变的时代 大家一听辐射二字还真是有点怕怕 其实航天育种是非常安全的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安全的核浮灶进行食品消毒 航天育种所接受的浮灶强度 仅仅为前者的百万分之一 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在自然界的优胜裂态当中 植物本身也会进行基因突变 只是这个过程会相对很漫长而已 太空的特殊环境只是加快了植物的突变频率 并没有引入其他的外源基因 所以我们完全就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 完全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除了把种子带上太空 宇航员甚至就直接在空间站里面种起了菜了 天宫二号空间站实验室里面就种植过生菜 与地面种植不同的是 宇航员在太空中种生菜用的不是土壤 而是吸水性强 密度小 质量轻的矿物质制食 栽培装置也是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重量就很轻了 宇航员播种完成之后 会对种子进行常规的照料 不仅要进行灯光照射 还要通过注射器往栽培装置里面注射空气 宇航员会关注一个检测含水率的仪器 来确定种子是否缺水 如果指数太低 那就是需要浇水了 在培育5天之后 种子成功发芽了 不过这些生菜不会被宇航员给吃掉 它们会被带回地球进行研究了 未来检测合格的太空蔬菜 就能够成为宇航员的食物了 在逐渐掌握了植物在太空中生长的规律之后 空间站就可以种出更多种类 更多数量的植物 说不定在未来的太空旅行当中 这些植物就能够极大的丰富 太空旅途中的餐桌 成为太空旅行中又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历了 当然难忘的经历 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创造的 春天不仅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蔬果 更是能够亲手种出自己的蔬果了 比如这款生菜意园的植物生长观察盒 就为喜欢春天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萝卜 辣椒 番茄 毛豆等六种蔬菜的种子 只用轻轻地在土壤里挖一个小洞 将种子剥撒其中 浇水照料 过不了几天 可爱的小植物就能够冒出头来了 同时你看这个盒子的正面是透明的 这样就很方便观察植物根系的生长了 包装里面还贴心地连放大性 都给好奇宝宝们准备好了 清净自然热爱生命 还有什么比亲手种植来得更好吗 赶紧下单不复光阴吧